如果病毒是一间新公司的产品,会怎样呢? 2019年尾,病毒就向刚创业的公司,退出新产品来到世上,潜伏了几个月,来到2020年头,产品成功宣传,病毒传染给很多人了,各国纷纷封城分国,全世界都向安了暂停舰。 过了几个月,产品退潮了,病毒慢慢减少,世界慢慢恢复元气。 然而,就在这时候,就是公司研发新产品的时机,病毒潜伏期,开始变种,人类以为疫情减弱了,开始开放了,殊不知,变种病毒悄悄上市了。 2020年12月,至2021年头,就在人们以为,疫情开始减少了,可以开始出来透透气的时候,各种变种病毒也开始出来,继续宣传工作,到处传播。 就如最近印度疫情,已变成人间炼狱。 公司研发的新产品,变种病毒,成功传染至全世界新产品,宣传重工了,拖得越久,造成人类各种医疗,经济损失,就越严重,到最后,甚至经济崩盘。 这项新产品,会维持多久?没人知道,就等待继续看下去。感谢收看,不要忘了订阅哦。